我们请参观老师依次来介绍一下自己是谁 我的名字叫祖立锦 在喜洋洋与灰太狼中为喜洋洋配音 大家好 好 欢迎 亲爱的现场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叫张灵 我在喜洋洋灰太狼当中为灰太狼配音 大家好 我叫高晴盛 我在这个系列给曼洋洋配音 今天上面这么自动参观的说话绝对有点不习惯 我们很希望三位朋友们用这个喜洋洋里边聚中人的这个声音 跟我们再打个招呼 说几句话 他们会觉得很亲切的 没问题 郭老师 大家好 我是喜洋洋 哦 表话好说的朋友们 有好 我回来 没了 同学们 你们今天都来了 今天都来 有话好好说 欢迎大家 今天现场的一些孩子们特别的高兴 我们请三位老师现场给我们再配一遍好吗 来 开始 各位同学们 明天就要放假了 放假的时候 大家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尤其是要小心 外面有可怕的灰太狼 很危险 那我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危险 你不要掉以轻心 长得真像村长了 对不起 不是这张 是这张 终于抓到你们了 尊敬的灰太狼先生 你放了我们吧 老婆 我们就放这儿吧 好大的肥羊 好肥的羊啊 我一定会回来的 喜羊羊 非常的精彩 我想问一下灰老师 这个说比较清楚一点 大伙能记得出 张先生 这个灰太狼据说是 众多女性的择偶标准 您听到过这句话吗 听到过 听到过 好多人都说这个 对对对 嫁人就嫁灰太狼 因以为然是 其实呢 生活当中的灰太狼 比这个动画片里的灰太狼 还要怎么说呢 标准 对 您这是没耍 哎呀你平哪儿过 除了平底光没有挨过 灰太狼的优点呢 全都有 他没有的咱也有 太了不起了 向您致敬 向您学习啊 今天本春到了 您有什么要问的问题 尽管和张老师沟通一下 说我问 你说 比如说啊 有一个 坐在公交车上 有一男的咔着踩着脚 给你脚就踩坏了 都踩坏了 您是什么反应 您是说我呢 还是说灰太狼 你如果是灰太狼的话 灰太狼 灰太狼那肯定是 孔老师 我踩不就对不对 他不会吃飞的 那您现实生活当中 现实生活当中 哎呀 对不起 耽误您落脚了 很幽默 真是 真好 如果说灰太狼 遇到了这种 比方说相亲时候 女方对灰太狼说了 说啊你没房没车 你来相什么亲的 哎 灰太狼怎么回答呢 我 我 我先爱心呐 先爱心呐 先爱心呐 好主意 好主意 本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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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婆 不如这事 咱们可以一起奋斗 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 那换来的 我们才倍感幸福 对吧 这么配合也很成功 还有问题没有 我有 与说 举个例子来说吧 好比说男生女生两个人谈恋爱 男生每个月至少要发500条短信给女生 但是基本上不怎么打电话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那应该是他订了一个包月套餐 包月的鸡贼呢 这文件有点复杂 您花心吗 灰太狼 你花心 我还有个很红狼 卡通片 中文是卡通片 他和现实生活中还是有些差距的 不过今天的张老师来了 我们特别的高兴 我们可以让张老师把灰太狼的喜怒哀乐 和我们大家展示一下 你们要是愿意的话 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 我先来 比如说 抓到羊了 灰太狼 老婆 我抓到羊了 老婆 像咱们用羊肉吃了 这一菜羊肉包羊肉 外飞鱼是烤羊肉串的 突然羊肉跑了 跑了 老婆 老婆 我猪水也没用了 羊羊跑了 老婆 红彩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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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这个抓羊去 让这个红彩狼 亲了一下 老婆 从我们俩走到一起到今天 这种感觉 我几乎都忘了 我回来了 老婆 我又有羊肉吃了 又跑了 老婆 又抓回来了 又跑了 又跑了 又抓回来了 去你 没错 没有你们的